大明王朝1566说的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事 主角自然是嘉靖皇帝和海瑞 但是这部剧配角的塑造也很成功 不论是豫王 严松 胡宗宪 吕方 杨金水这些人物 代表着各方势力你翻唱吧 我登场 同时剧中的每一位配角也让人印象深刻 不论是谭伦 沈一时 郑碧昌 还是李时珍 甚至连齐大柱这样的角色都刻画的有血有肉 今天我们就说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小人物 那就是冯宝 可别小看了这个冯宝 咱们先从正史的角度来说 嘉靖后第二朝 也就是豫王的儿子登基之后 万历年间 明朝迎来了一次复兴 这次复兴 原因在于当时的内阁首府张居正 推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 使得明朝的国力得到延续甚至增强 另一个人就是冯宝 他在万历皇帝的身边得到了充分的信任 张冯二人一内一外可以说是撑起了万历朝 而在大明王朝1566中冯宝的戏份并不多 但这仅有的戏份却详细地描绘了冯宝的奋斗过程 为接下来的万历年间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我们也可以看到冯宝如何从一个小太监成长为一个重要角色的 第一是看未来 冯宝这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嚣张跋扈的态度 因此也被吕芳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当然 吕芳还是疼他的 要求他去豫王府做世子的玩伴 冯宝起初并不乐意 因为他之前做了不少错事 得罪了豫王和他身边的一些官员 但是吕芳那一席话 还是让他明白了一个根本的道理 在大明朝 皇帝就意味着一切 得罪了谁都不能得罪皇帝 眼下朝廷斗争激烈 冯宝如果也加入进去 仅凭他的本事 很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皇帝唯一的儿子 必然是未来的皇帝 如果趁着现在跟未来的皇帝搞好关系 还怕将来得不到荣华富贵吗 第二就是守当下 其实豫王刚开始的时候 并不愿意接纳冯宝 甚至有时候会针锋相对 但冯宝是皇帝派过来的 豫王也是无可奈何 这段时间里冯宝忍了下来 尤其是朝廷的斗争日趋白热化 豫王也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 而大太监陈宏在取代了吕芳之后 也开始意识到冯宝将来对他的威胁 因此陈宏利用各种机会去打压他 甚至将他派去做苦工整日拷打 这些困难冯宝都忍了下来 因为他心中明白 只要自己能够坚持下来 未来的荣华富贵必将属于自己 第三点也是最核心的一点 就是懂得知恩图报 刚开始的时候 冯宝也是一个嚣张跋扈的太监 做了不少出格的事情 也招来了很多人的嫉妒 甚至是憎恨 但是有一个人 虽然一直对他很严厉 但实际上一直都在保护他 那就是死里间的一把手 吕芳 吕芳将冯宝视作亲生儿子 冯宝也一直很是敬重吕芳 如果这两人间没有这样一份感情 冯宝早都死了多少回了 后来吕芳被发配到南京守灵 临行前还特地去看望了冯宝 两人相互磕头的场景 无疑催人泪下 正是吕芳的这份情感和支持 让冯宝有了在豫王府种草的心理基础 也为他日后成为明朝第一太监政治家 打下基础 冯宝应该庆幸的是 他在年轻的时候 能碰到吕芳这样的贵人 迷茫时帮他指点方向 犯错时为他遮风挡雨 教他做人道理 给他安排最有前景的工作 为他日后的崛起 打下坚实的基础 喜欢的朋友 记得转发关注 我们下期见 快手 看见每一种生活